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監考研专用的監考议至星期四中文科考试开始失灵 考评局之后发指引 让監考员以指定电话更新程式 但去到昨日英文科考试都未能运作 昨晚宣布停用 有部分考生反映未能登入的报导意今天继续使用 考评局说如果学生未能登入 会同样由監考研点名 有考生说 鉴于头两天运作都不顺利 提早到市场尝试开启程式 有考生说不担心会影响表现 我现在已经提前运动了 初日用那个报导意你信不信理的 不信理 尤其是第二场的 那时候很卡 用不到 那一刻是很慌张 都不会的 因为有老师是影响出 不会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 本身都是多一个手续要搞 其实都不大影响 我都不会想那么多 考评局昨晚交代事件 说系统经调整之后有改善 不过仍然不理想 所以要停用监考二 又说整个系统用了近900万开发 有做过压力测试 但无需由第三方负责 考评局夜晚大约7点交代第二日起的文憑市安排 考生继续用报导意识式签导 监考员用来核实考生身份的监考二就停用 考生他们报导就照常做得不受影响 监考人员就不再用监考二 会用我们旧市融开的人手的方式 来出考生身份 来输入资料等等 很多监考员都很熟悉这个过程 所以应该就不会受影响 今届文憑市采用的第二代公开考试支援系统 上届开始在部分市场试用 今年全面采用 考评局说这两日主要是监考二出问题 前一日更新系统之后情况有改善 但是仍然不理想 以星期五为例 第一节考试有大约一半市场出问题 第二节增加至大约四分三 它是使用很大量的数据 由照片等等的数据 就令到我们系统就慢了 甚至乎监数了用不到 当局都说有大约一半考生 未能够顺利用报导而签导 那为什么仍然继续使用呢 报导二所用的流量就不是这么大 第二报导二确实是可以方便到考生的报导 如果不是的话 在往年我们是需要考生提前到市场 万一还有考生会觉得是慢的 等不及的 用不到就好像有些没有戴手机的考生一样 我们有监考人员都去帮他做点名的 当局透露两个程式合共用了近900万开发 系统活端的数据库采用云端科技 过半月之前已经完成压力测试 当时用了两日时间进行 但是拒绝交代承办商的资料 亦都不认同涉及成本问题 我们测试的时候 我们的量是根据我们考生的数量再添加一些 我们做出来压力测试的数据和指标 都是合乎我们预期的 为什么做完压力测试都会发生这个问题 我们和承办商正在研究中 本局并没有需要用第三方去进行压力测试 因为本局会遵照我们一般做测试的一些程序 他相信都要一段时间去解决问题 强调一早已经已定应急方案 而这两日是如期开考 考生理论上没有受影响 这类市场异常情况 一般来说考生如果有足够证据 可以申请复核成绩 武士尼士记者测询文部导 就阶段管制即气塑胶产品 今个月22日实施 环保住已经走访两万间中小型食市 只有两成已经走售 4月22日起 全港商户、食事、酒店等业界都要齐齐走售 商户不可以提供或销售即气发布交餐具 交饮馆、交刀、交叉、塑膠棉花棒等 同时食市不可以向糖食顾客提供即气胶杯 和即气塑胶食物容器 环保住已经实地走访了两万间中小食市 有八成仍然未转用非塑胶餐具 厨房的绿色餐具平台 已经列有超过60间餐具供应商 提供超过720款非塑胶产品 每件产品都获得独有意为码 供应商可以印在产品上 给业界确认和选究 有餐具供应商说 近期平均每个月有20至30张订单 以木餐具为主 木本身价格大概会接近坊间用交的位置 按路院、医院机构、医疗机构 比较拳相比安全性 怕截断、触判病人或客人 所以他们第一个考虑会甘借 这款木餐具比交餐具更加坚硬 但成本只是差不多 一毫至两毫左右 厨方说走售成本是否会转价给消费者 由市场决定 当然到最后食股 他决定收不收 或者怎么收 那个顾客其实都是他挺商业的决定 首先市股从来没有禁止 大家是免费派发 一些飞锁家那些餐具 就像以前那样 所以实际价钱上我们是看到的 相差不是太高 但最后食股用什么方法 将这个成本如何反映呢 这个是他可以自由的 当局重新有半年适应期 遇到违规商店会给机会他们改善 如果他有困难的话 我们都会帮助 我们就会看回 其实他是不是做了他们应该要做的 然后去改善呢 如果我们是有需要的话 我们也会发一些劝语 或者警告信 之后我们才会因应实际情况 而去做执法 什么时候开始第二阶段管制 即是全面禁止向糖食和外卖顾客提供塑胶餐具 厨方说会视乎市场上有没有替代品 暂时没有时间表 无线电视记者何思义报导 港帖今年案机制加价3.09% 多个立法会议员不满修订后机制 加幅仍然高过通胀率 港帖说会检视能不能提供一次过的优惠 6月起乘港帖又要给多些车费 机制去年才修订 引入港帖本地物业发展利润作扣减 仍然连续两年加价 加幅亦都高于通胀 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 多个议员批评不合理 你现在其实做独市生意 那些线越来越多 车站越来越多 多人乘车 广告费收多些 车站收多些租金 什么都无止境地上升 所以你是完全站不住脚 只是计物业发展 用之前旧的方程式的话 其实今年最少港帖 他要给车票的优惠 是说三亿左右 但现在用了新机制 反而这一部分是没有的了 但如果结果 或者我们设定的条件 是根本上触发不了的 出到来的结果还差过以前的 其实这个机制 是不是合理呢 是不是符合我们市民的期望呢 我们都要平衡公司的财务状况 还有我们给到市民的 所以我想是有这样的结果 还有今年都是第一年 希望可能明年的时候 会有一些不同的物业收益 那个进状 多个议员也都关注 港帖仲累积了1.96%的延后加幅 即是之前要加 但是未加的幅度 留明年和后年最加 然后加幅呢 你不能够不停的这样 就是延后延后下去的 就是嵌到某个年期 可能是最多给你累积两年 那么两年都加不成的话 那个然后加幅呢 可能就要一笔勾销了 然后的一年都好 如果市民的负担能力 是封了顶的话 其实港帖都不会 也都不可以去作为那个加价 但是如果你说 当然取消了去那个影响 对公司的整体我们要有财务 需要来维持这么高水平的服务 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度和挑战 有议员要求就票价机制 作终期检讨 港帖就承诺会检视 能不能提供一次过优惠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有赛站 待会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港大校长张祥去年被匿名投诉行为不当 港大校委会经调查之后认为 指控不成立 张祥说结果还他清白 不过对港大造成的伤害难以彼補 主事件源于港大校长张祥 去年9月底被匿名电邮指控 在请猎头公司 轮选医学院院长以及副校长 换校长座架等等的事宜上面无销标 张祥曾经要求带同律师 出席校委会的紧急会议 港大校委会主席黄佩斯之后宣布 成立由立会议员吴永嘉 做主席的五人专责小组调查 当时要求12个星期之内交报告 校委会昨晚大概11点半发稿 说专责小组检视相关证据 认为不足以确立吹哨者电邮里面 对校长行为不当的指控 又说已决交由核下人力资源政策 以及财务等委员会检视调查结果 并且报告已经采取或者将会采取的措施 处理并且防止已经发现的问题再发生 提高大学的管治 战场半个小时后发声明说 今次的调查证实了他的清白 不过对港大造成的伤害难以微捕 又说有人恶意将大学的机密 断章取义发送传媒 达致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些造谣者透过匿名电邮严重诽谤的行为 应该受到强烈谴责 大学需要慎用这类吹哨者的制度 又说过去半年 众多同事受到牵连 怕被捲入失实投诉 事件令到大学发展计划难以推进 部分被逼暂停 也令到个别演签约 加盟港大架国际顶尖学者却步 港大的声誉被抹黑 在国际造成恶劣影响 它日后会加强和校委会的沟通 真正希望大学的运作重回正轨 摆脱干预 母线事记者陈家印报道 现时红色小巴牌架油高位已经大跌九成 市场除了有大批车变成负资产 同时都有车主断工的情况 业界认为政府要加快专线小巴招标的步伐 牌架才有望回升 用网约模式营运小巴车队的李海祥 在去年建小巴牌架下跌 以每架平均140万的牌架 买入两架小巴成为车主 连上新车都二百多 因为新车所以头一年的维修保养是便宜的 你预约大约万多至两万左右 扣完那些维修保险 预约有一万元 有几千元 八九千元 谁知踏入今年没多久 小巴牌架再跌一半 至到目前只得七十万左右 不过他认为牌架现水平再跌的空间有限 并相信只要有效协调车队 每个月最高仍然可以做到八至十厘的回报率 曾经牌架都上到七八万 他都会继续营运得到 我不觉得现在七十万是做不到 我不敢说已经是最底 但是我觉得跌极还有个泡 有车行负责人说 近年有不少车主因为牌架大跌 而变成负资产 即使银行准许车主还息不还本 不少车主都日不夫之 属性自动将车交给银行断供 自从泰家宣布了清半之后 被政府接管之后 其他保险公司做了 他们加了很多负例 就将以前小巴的车龄 超过了十五年的话 他们就要加一些路龄 其实就是说全香港的小巴业 我想有七成是负资产 负资产之后 你如何作融资 你如何去更换新车 2011年 小巴牌架曾经一度升上高峰730万 有业家认为 牌架插水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新专线小巴招标步伐太慢 2011年时最高牌架 政府开头很多沾线 头一条沾线一定要有红巴 他没收到高价收到红巴 入沾线 变成了供求问题 其次因为当时车租租得很高 起码租至1300至1400 他一个人要收成4万人租 他认为政府应该更好规划交通网络 放宽现有红巴的经营路线 排架才有望回升 无线电视机者黄山报道 大家好 我是周河欣 中学民朋友早早开考英文卷三聆听 因应点名程式监考二连续两日运作有问题 考评局即日起停用 改用人手点名 监考园专用的监考二 自星期四中文科考试开始失灵 文考评局期后发指引 被监考园用指定电话更新程式 但去到昨天英文科考试 仍然运作不到 昨晚宣布停用 有部份考生反映 未能登入的报道义 今日继续使用 考评局说 如果学生未能登入 会同样有监考园点名 有考生说 鉴于头两日运作都不顺利 提早去到市场尝试开启程式 有考生就说不担心影响表现 我现在已经提前辱到 头天用那个报道义 你信不信你? 不信你 不信你 尤其是第二场 那时候很卡 用不到 那一刻是很慌张 都不会的 因为有老师在现场 不会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 本身都是多一个手续要搞 其实都不大影响 我都不会想那么多 考评局昨天晚上交代事件 话系统经过调整之后有改善 但仍然不理想 所以要停用监考议 又说整个系统用了900万开发 有做压力测试 但是无需由第三方负责 口评局夜晚大约7点交代第二日起的文憑市安排 考生继续用报道义程式签导 监考员用来核实考生身份的监考议就停用 监考人员就不再用监考议了 会用我们旧市融开的人手的方式来出考生身份 来输入资料等等 很多监考员都很熟悉这个过程 所以应该就不会受影响的 今届文憑市采用的第二代公开考试支援系统 上届开始在部分市场试用 今年全面采用 考评局说这两日主要是监考二出问题 前一日更新系统之后 情况有改善 但是仍然不理想 以星期五为例 第一节考试有大约一半市场出问题 第二节增加至大约四分三 它是使用很大量的数据 有照等等的数据 就令到我们系统就慢了 甚至乎jam了用不到 当局都说有大约一半考生 未能够顺利用报导而签导 那为什么仍然继续使用呢 报导二所用的流量就不是这么大 第二报导二确实是可以方便到考生的报导 如果不是的话 在往年我们是需要考生提前到市场 万一还有考生会觉得是慢的 等不及的 用不到就好像有些没有戴手机的考生一样 我们有监考人员都去帮他做点名的 当局透露两个程式合共用了近900万开发 系统活端的数据库采用云端科技 过半月之前已经完成压力测试 当时用了两日时间进行 但是拒绝交代承办商的资料 亦都不认同涉及成本问题 我们测试的时候 我们的量是根据我们考生的数量再添加一些 我们做出来的压力测试的数据和指标 都是合乎我们预期的 为什么做完压力测试都会发生这个问题呢 我们和这个承办商正在研究中 本局并没有需要用第三方去进行压力测试 因为本局便会遵照我们一般做测试的一些程序 他相信都要一段时间去解决问题 强调一早已经已定应急方案 夜这两日是如期开考 考生理论上没有受影响 这类市场异常情况 一般来说 考生如果有足够证据 可以申请复核成绩 母亲事记者 侧卷问不道 港大校长张祥去年被匿名投诉行为不当 港大厦委会说经过调查之后 认为指控不成立 张祥说结果还他清白 但对港大造成的伤害难以微捕 事件源于港大校长张祥去年9月底被匿名电邮指控 是请蜜头公司、轮选医学院院长以及副校长 换校长座架等事宜上无销标 张祥曾要求带同律师出席校委会的緊急会议 港大校委会主席王佩斯之后宣布 成立由纳会议员吴永嘉做主席的五人专责小组调查 当时要求12个星期内交报告 校委会昨晚大概11点半发稿说 专责小组检视相关证据 认为不足以确立吹哨者电邮内对校长行为不当的指控 又说已决交由核下人力资源政策 以及财务等委员会检视调查结果 并且报告已采取或将会采取的措施 处理并防止已发现的问题再发生 提高大学的管治 战场半个小时后发声明说 今次的调查证实了他的清白 不过对港大造成的伤害难以微捕 又说有人恶意将大学的机密断将取义发送传媒 达致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些造谣者透过匿名电邮严重诽谤的行为 应该受到强烈谴责 大学需要慎用这类吹哨者的制度 又说过去半年众多同事受到牵连 怕被捲入失实投诉 事件令到大学发展计划难以推进 部分被逼暂停 亦令到个别演迁约 加盟港大的国际顶尖学者却步 港大的声誉被抹黑 在国际造成恶劣影响 他日后会加强与校委会的沟通 赞承希望大学的运作重回正轨 摆脱干预 母线市记者陈家印报导 粤港澳三地明年11月举办全运会 本港承办8个项目 全运会统筹办主任杨德强说 是港方主动提出承办三项铁人 取代温浪风帆 曾经争取承办个别组别的足球赛事 但是不成功 帆船风帆遇到实际的困难 就是风速的问题 所以我们提出说 不如我们搞三项铁人 三项铁人的好处就是 我们亦都是我们 刚才讲过一个近年发展得不错的项目 亦都可以在我们维港进行 可以利用我们好的设施 亦都可以展示一些我们香港好的景色 给全国以至到外地都可以看得到 至于港国足球项目 其实足球是一个大项来的 如果以全文会来说 我们香港如果要扮演这么多组 刚才说差不多有四五组的赛事的话 其实牵涉的对数有超过五十对 人数都相当之多 对场地和接待的要求都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当时都是提出 搞香港男子的U18的赛事 但是他们经过整体考虑之后 就决定将足球所有的赛事都摆回 在广东不同的城市里进行 今天起一连三日是泰国新年 有小泰国之称的九龙城 即日起在甲冰达道公园举办连串活动 包括市集和周末举行的潑水活动 露天的泰式按摩你试过没有? 在甲冰达道公园足球场 这个摊位给30元就可以试15分钟 就用泰国的药膏去按摩 或者有些客人不接受药膏 那我们会拿些锁球 拿些热石 很多工具可以帮忙 场内有近30个摊位 售卖泰国和本地特色美食 星期五到星期日 中午12点开始 晚上10点半结束 我们夜清真是泰国过来的 不是那些海难那些地方过来的 我觉得生意都好 我预计今天500个 有坦档不担心周末多港人北上 影响生意 干预你国内消费 你要什么问题 都要扶留一些子弹在香港消费 东西都对的 有多小吃不一定的 通常觉得多对自己 我就买 周末重头气潑水活动 将由以往的城南道 转为市集旁边的篮球场 合共八场 每场限300人 可以网上或职场报名参加 至于城南道 I'm up 起就变身车尾箱市集 主要售卖干货 包括食品 衣服等等 每日到晚上10点半结束 都是为期三日 无线电视记者 南豪杰报导 稍后会有环宇勒影 1 3 4 4 4 5 5 5 6 6